各位观众的早安 欢迎收看109年10月10日 国庆日的中式早安新闻 我是钟继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岁的生日 上午在总统府前将会举行国庆大会 并且有精彩的三军愿意对操演 中式新闻会为您全程守候在现场进行转播 稍早6点半的时候 总统府也进行了例行的升旗典礼 带您一块来看 今天交给记者何之宇 卢一红 好 主位观众呢 国庆大典即将展开了 而各地的安检现在也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而今年呢 为了配合防疫可以看到各个安检点呢 都配有这一个智慧的防疫门 你可以看到呢 进入这个防疫门里面呢 上面的灯光就会亮 它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全身性的消毒 接着你看着这个荧幕 它就可以帮你测量体温 再来可以再消毒手部 你就可以进入了下一关的安检步骤 通过了防疫门之后呢 第二关就是进入安检了 可以看到呢 民众都必须把随身 物品来来进行检查 不过提醒您要注意了 像是呢 自拍棒以及场柄的雨伞 都不能够带进场 如果你要带一体的水的话 就必须要当场试喝 就是为了要防疫还有危安 双重的来做一个安全的检查 才能够让这个国庆大典顺利进行 以上记者在现场掌握的最新信息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检罗内 双十国庆今天登场 由于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桃源以北及东半部的云量多 有局部短暂雨 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晴冷稳定 要留意日夜温差大 更详细的气象资讯 要交给气象主播陈志哥 基隆早安 大家早安 那今年是全找悟到的最新天气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基隆 好 谢谢志哥 在现场我们带来最新的气象解说 那继续要带您关心到了 国庆晚会9号在基隆港码头热闹登场 精彩表演涌入大批民众 总统蔡英文也现身会场 双十国庆典礼的总统讲稿内容 想先曝光 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主题 分为四大主轴 其中呢 备受关注的两岸议题 讲稿内也特别提到 将坚守原则决心维持两岸关系稳定